視訊溝通的魅力 它不是專屬於漂亮的人、帥的人 它其實是屬於能夠洞悉視窗溝通潛規則的人 已經有很多的朋友告訴我 他們在視訊上面的溝通 沒有辦法像在實體上面的溝通一樣 他覺得他的魅力是施展不開來的 可是事實上透過適度的學習 你會發現鏡頭即將成為你的神隊友 在這個系列的課程中 我們將一起從導演的角度來看 從視訊溝通上面 我們要穿什麼樣子的戲服 什麼樣子的演技 什麼樣子的對白 讓我們所有的溝通中都能夠穿對、做對、說對 魅力就是骨子裡所散發出來的驚嘆號 邀請你一起把魅力從實體轉視訊 從線下轉線上 讓你的影響力能夠無遠無界 能夠加回給更多的人 讓我們一起看